这儿 陆总使用说明书 干洗注意事项8条 泡咖啡注意事项13条 饮食习惯注意事项21条 出差注意事项38条 你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 讲完了吗 我白听这个 我没说完你听着 三年前 我本来想去的就是项目 但是阴差阳错的 就成了您的秘书 白天我在公司给你做秘书 下班给你当保护 我二十四小时得待命 我不受理解 你还不变吗 哎 肯定了 你要弄错啊 我要是再跟您做几年秘书 我就彻底废了 事实状命 你天生就在做秘书的好菜 顾客有点过分了 还找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这个 是我过分了 看来我对你还在不了解 表面小白兔 路总 乖巧的听话 路总好 好个头 路总再见 被他大 虚了 能虚能睡 不是现在都是法律 现在 我要做一个投资人 你干啥呀 出去 好的 站住 你这个人 再怎么背 也背不出我的五指山 别动 我好像听见谁的打脸上呀 总有一天我要让他叫我总监 等你当上总监 我应该退休了吧 那我争取让你早日享受退休生活 姑妈 你什么一载 你是想气死我啊 就说我移上来是吧 这儿 路总使用说明书 干洗注意事项 八条 泡咖啡注意事项 十三条 饮食习惯注意事项二十一条 出差注意事项三十八条 你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呀 讲上了吗 我白听这个 我没说完 你听着 三年前 我本来想去的就是项目 但是阴差阳错的 就成了您的秘书 白天我在公司给你做秘书 下班给你当保护 我二十四小时得待命 我不说理解 你还变吗 肯定 你要弄出我啊 我要是再跟您做几年秘书 我就彻底废了 试试照明 你天生就在做秘书的好赛 顾佳有点过分了 还找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这个 事不过分了 看来我对你还是不了解 表面小白兔 路总 乖巧的听话 路总好 好个头 路总再见 被你大 续了 能续能续 核心都是法律 现在 我要做一个投资人 你叫什么呀 出去 好的 站住 你这个人 我再怎么背 也背不出我的五指衫 你别动 别动 我好像听见学着他脸上呀 总有一天 我要让他叫我总监 等你当上总监 我应该退休了吧 那我争取让你早日享受退休生活 顾佳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气死我 就说我移上来是吧 我好 我好 I got the gold, gold, gold